在天津市 来说占这个位置还是相当高的 只有这个我们在这儿 刘儿祥寅法国这些户籍全部是老的 多二百年历史的老物件 过去最多都一百多人 过去最多都一百多人 现在一般出汇有七八十人 这是不幸会的情况下 就是四十多人就够了 每天汇气 现在还是比过去要多 因为现在有时候非一日 国家就得非常认可 非常支持 现在人还是少 因为过去都是小男孩 现在有小女孩在 过去都不叫穿男不穿女 半点儿下哑 七十多岁的 八十岁的人还比较多 三十 四十 五十 在我那个年龄段的 现在几乎都少 太少了 大有二十多岁几乎都没有现在 全是就说 大就是在进校园 招生的那些小学的学生 还有初中的 这支鼓便是整个 流言祥音法鼓表演的团魂 光这面法鼓上的金箔和雕花 就要花费掉好几万元 正是有了像冯契财这样的大师 及社会各界的保护和重视 流言祥音法鼓在几代人的精心维护 传授下延续至今 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名叫法鼓 流言祥音法鼓 其实是一种音乐和舞蹈 相结合的表演形式 法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集古朴典雅的民间习俗 传统音乐 舞蹈及汇聚工艺 为一体的活态传统文化 流言祥音法鼓 起源于道光年间 因妈祖娘娘祭祀而盛行 会员为庙中娘娘 出巡时的随驾法鼓会 前面是仪仗队 由钱财和乐队两部分组成 由引罗指挥 钱财是娘娘出巡时 警示人们回避 和随身携带的起居用品的编队 特别讲究 包括两面大门旗 高照 软队 硬队 灯牌 圆龙 八角盒 衣箱 茶筒 茶锤 风灯等等 后面是骨 脖 脖 衬衬 大肚脐 酒连灯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祥阴法鼓的钱财了 那我们请老先生帮我们讲一讲 这些老物件都是什么吧 我说这是圆龙 这是圆龙呢 这是点一条子 点一盒子 娘娘出巡用的放尸的东西 这个呢是八角盒 叫八方盒 它是娘娘出巡用的化妆品的盒 放胭脂 放胭脂的东西 这是一副对联 就是什么 硬队 学名叫做硬队 其实是一副对联 动动茶 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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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动动茶 动动茶 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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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的就不对了 这个什么圆圈是折 折恰 折恰 恰恰 折折恰 折恰 折折恰 折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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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韵调 咱们外行人都是看个热闹 内行人看的 内行人都得看这个了 这个会念就等于我这就行了 这就算内行人了 对了 对对 那我是不是也算帮个内行人的 算 响音法骨会同败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过去两道老会相遇的时候 为对方呈上的拜帖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名片 响音法骨熟法骨会中的五法骨 表演时场面壮观 动作多为高难度的武术套路 伴随演奏韵律的游低转高 静时如平湖秋月 洞石寺龙飞凤舞 配合对饰 汇聚 服装 呈现出纷繁多彩的演出效果 响音法骨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法骨的独特之处 是它的彩灯裙 夜间表演时可以形成以彩灯组成的长龙 在晚上演出时特别好看 响音法骨已传承六代 第五代传人为刘玉芯 王旭 第六代传人已是八零后和九零后了 我们小时候练习这个 过去都是家传 家传 对 一代一代的船 都是家传 像我们那阵练时候那阵 我们那一出会都得分两三步 这人都能够 现在只能说一般人 现在只能说大孩子 大小坐下来 让他大小听这个 学这个 有耳朵木然 对咱传统文化有一些了解 让他慢慢慢慢去进入这角色 让他喜欢这个传统的民间花卉 这东西在我们这村里边 一既穿了就说二百多年了 两百多年了 穿到这也不容易 咱不能在它丢了 我呢也希望咱们社会各地 能够多多地关心 关注咱们这个 《湘印法国劳会》 能够以后呢 在这个劳会呢 带到一个相当高的高潮 一个辉煌的时候吧 你也希望咱们 börjar 就声咱们要做 在这边